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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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丽 恭喜你啊 恭喜啊玛丽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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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丽小姐 芳丽小姐 你本来是这次选美的大热门 但是在决赛最关键的时候 发挥失常 错失冠军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人啊 贵有自知之明 玛丽小姐她 既年轻又美艳 今天胜出呢 是必然的 人家都说女人相互嫉妒 事办的事情很多 尤其是漂亮女人 你们是竞争关系 却还这么和睦 真是少见啊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在台上 我们虽然是竞争对手 在台下 我们可是好姐妹呢 麦丽妹妹 你说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我和芳丽姐这感情啊 很好 好得不得了呢 可不像外界传的那样 我这次能得冠军 全亏了芳丽姐呢 芳丽姐这么漂亮 要是有两个冠军的话 一定是我们两个一起获得了 嗯 麦丽小姐 你真会说话 来 为你们两个拍张照吧 快 刘副市长 小姐差点就跑掉了 幸好你又留了三个人 爸 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 我长大了 我需要自由 您给我点自由好不好 您不要总是限制我 处处想管着我 行不行啊 你出去吧 来 坐这儿来 不去 好 你说你回国已经好几个月了 也不来看看爸爸 我算了一下 一共来过两次电话 说很好 不用我管 是吧 你想过没有 是爸担心你 爸爸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今天一看好家伙 这种场合你都出现了 我是担心你学坏啊 我 这种场合怎么了 你们不也去了吗 怎么会担心我学坏呢 您不相信自己女儿吗 我知道 你不会学坏 这不是爸担心你吗 爸 你放心吧 我已经长大了 我自己能照顾好我自己 您放心吧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哎 你不回家住啊 不回了 过段时间再说吧 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你看你 爸送你出国留学 是为了你好 你倒好 学到一半 不声不响地回来了 这该发脾气的 应该是我吧 你 你人小脾气不小嘛 爸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 从小到大都听你的 本来学医就不是我的志愿 你非逼我去 你不能总强迫我吧 那你跟我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 总不能一天到晚 那老子外头瞎晃悠吧 我什么时候瞎晃悠了 我正在做自己 很喜欢的事情啊 不过现在呢 还不能告诉你 等时机成熟了呢 我自然会跟你讲的 这丫头 还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不瞒你说 我干爹为了这个比赛 花了很多钱 如果我要是不能得第一的话 传出去颜面何存啊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是争强好胜 非要拿第一不可能 所以啊也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 老天爷 谢你自己吧 你是故意出意外的吧 我都说了 不是故意 是天意 方妃姐 其实我 我 好了 不是刚刚都说好了吗 咱们要做好姐妹啊 你就别介意这事了好吗 谢谢你 今天为了庆祝孝节 她已经病好了 咱们大吃一顿 好 医生说了 我这肚子刚好 不能吃太荤太油腻的 来点青菜就可以了 谁说要带你一起吃的 我们正准备点我们自己的 然后给你点一碗粥 看着我们吃 对啊 你就这么打我干吗 你俩看 报上不是说 他们两个在选美现场 互不服气大打出手吗 三两天的功夫 怎么就这么熟了 报纸上的事情还能全信呢 都是假的 前两天报纸还辟谣呢 说曼丽是周宝森的干女儿 这两天又说 他们俩订婚了 谁 她和周宝森 对啊 你可别逗我了 她比周宝森的闺女还嫌小呢 还订婚 就是啊 现在街头巷尾都传成笑话了 可是人家曼丽呢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还四处去秀恩爱 我觉得李方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跟曼丽打得火热 应该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角色 怎么这事又扯到李方妃上了 搞不好人家 这是为了工作 是不是因为工作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 破锅只有破锅盖 蛤蟆只有蛤蟆 累死我了 周妈 来客人了快倒茶 你这房子也太漂亮了吧 你坐呀 这个人是谁啊 我老公呗 还能是谁啊 那另外一个呢 你说另外一个 那是我老公的弟弟 最近死了 你说这灵魏还放在家里 也不嫌晦气 他出病搞这么大排场 你不知道啊 还记者呢 我看啊 改行算了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就对上号了 嗯 我跟宝森说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这排场 可一定要比他弟弟出病的时候打才行 你这猴事跟人家白事比什么呀 你可真有意思啊 这娶个一般点的媳妇吧 也比出病强 更何况 你这媳妇可比一般人强多了 哎 你看见那间屋子了吗 嗯 那可是我们整栋别墅啊 最大最好的一间 原来是给他弟弟住的 现在他弟弟死了 谁都不许住 哎 我想结婚住都不行呢 哎 你想什么呢 你老公还挺重感情的嘛 大概是吧 管他呢 哼 这么说周宝森跟老五 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确实挺好的 对 到现在 大家都保持着老五在的时候 所有东西的原样 周宝森不许别人把他收起来 如此看来 他们为了钱 反目撑仇的几率 的确很小 哎 刘思燃 你倒是说说呀 啊 有什么新想法 说说 我有什么好说的 我也只是一种猜测啊 况且我又没说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再说了 万一 万一他已经猜到 你们俩就会来这一手 故意演戏给你们俩看呢 这不太可能 首先 周宝森他并不知道 我接近曼丽的目的 是为了老五的案子 这个圈子绕得有点大 退一步说 周宝森也不知道 那天我会去他家呀 那就是说 他演戏应该是给外人演 不应该在自己家里演哪 那首先要排除周宝森想要害他弟 那害他的人到底是谁呢 或许 我们可以试着换一种方式思考 雷鸣 你不是说 老五死前说了许多 关于藏宝图的胡话吗 那会不会 还有人听到了这些话 所以才要杀人灭口呢 嗯 对啊 还有雷鸣发现的那个脚印 我觉得 我们警局里一定有内鬼 想想我就觉得毛骨悚然哪 对吧 要说那个周宝五和这个藏宝案 真的是有关系的话 那周宝森也脱不了干系 就是说 如今周宝森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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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怎么和曼丽叔的 我跟曼丽叔我有个警察朋友 最近手里缺钱 想认识周老大周转周转 他就帮我约了今天 周老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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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菲小姐在选美大会上 很是出色呀 您过奖了 还是您的夫人啊 更漂亮 不是一个类型 不是一个类型啊 对了 这位啊 就是我跟您说起的那位朋友 周老板 周阳大明 哪里哪里 只是做点小生意罢了 你们警局我认识不少人哪 真的 那这样 你们两位慢慢聊 我出去玩两把 好好好 用不用我小兄弟陪你啊 不用不用 请 好 怎么 听说小兄弟最近手头有点紧 需要多少钱 要我怎么帮你 是这样的周老板 我今天来呢 并不是手头紧 回来是为了你弟弟的事情 老虎 是 可他已经死了 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他怎么会吃馒豆 吃伤死了呢 你有没有想过吗 我怀疑你弟弟 是被谋杀的 不可能 验尸报告都出来了 我看过 是承词的 周老板 看看这个你就会明白了 这是医院 记录的每天送餐的单子 你看二三二四二五三天 那三天他什么都没吃 只给他喝白水 所以你弟弟一看到馒头 就没了命地吃 就算他不会撑死 也会在医院里饿死好不好 跟你这么说吧 你弟弟的死 并不是一场意外 是有人想谋杀的 而且这个想置你弟弟于死地的人 不是自己在警局 就是在警局有内应 我今天来找您就是想问问 老五说的宝藏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怀疑这件案子和二十年前 神秘的藏宝图有关 当时 因为藏宝图 郑清泉的家人都被杀了 警官 你说的什么我完全不懂 我这是赌场 也可以放贷 如果你既不赌钱也不借钱 就请你出去吧 我们不欢迎 可是周老板 难道你不想知道 杀你弟弟的人到底是谁吗 我已经说过了 你说的我完全听不懂 请你出去 好 打扰 请稍等 我现在就去叫老爷 我现在就去叫老爷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没什么重要的事不要来找我吗 deeply 晚安 做壹�� 你再见 你这是什么意思 装笼作哑还问我什么意思 你自己明白 问我 问我什么 既然你宋大局长贵人多忘事 那我就给你提个醒 老五的死 是不是跟你有关系 老五的死 怎么会跟我有关系 你不用废话 我都明白 你口口声声 让我把老五送到精神病院 美其名曰是治病 实际上你是想害死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这是从哪儿 听来的闲言碎语啊 你就真的相信吗 你别管我哪儿知道的消息 我就问你是不是 我能不管吗 二十年前的事 只有咱们几个知道 你要是泄露出去 咱们几个都会有大麻烦 都什么时候了 自身都难保了 你还在想你弟弟 别撤开话题 我确保 二十年前没有遭漏消息 消息来源很可靠 我就问你 老五的死跟你是不是有关系 我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在这儿跟我耍花样 医院里给我弟弟送的菜单 我都看过了 三天 整整三天 竟然 竟然一厘米都没有给他 这不是要撑死他 这是要饿死他呀 难怪老五看见馒头 跟母要命似的 老三 我是真的听不明白啊 不明白 不明白又怎么样 老五他死的时候 他明白吗 他不明白 为什么好端端地让他去偷渡 也不明白 为什么把他送到警察局 又马上转到精神病院 他更不明白 他哥哥那么有钱 怎么连一口饭都不给他吃 我是真的不明白啊 不明白 你不明白的 无非是想知道 是谁走漏了消息 宋凯文哪 宋凯文 你根本就是心里有鬼 你怕事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你也不想一想 弄死一个人这种事 不是你警察局长下令 又有谁敢动手杀人 听起来非常有道理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要是想让老五死的话 还用等到今天吗 我还找医生给他看病 找最好的医院 我图什么 钱吗 我拿过你周家一分钱没有 当年的事儿咱们是牵过生死状的 我宋凯文能活到今天 那是我的造化 你就是一枪把我打死 我也没什么好遗憾的 但你要是说我对兄弟们恩断义绝的话 那我死也不能瞑目 这么嫌疑 这么嫌疑 没错 你是没有主动麻烦过我 但是我何尝没想着你们 哪次查读我没提前通风报信 哪次稽查走私我没有给过你暗示 咱们都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你们在我心里的位置分量 难道你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老五的死我是一直都很内疚很自责 但你我的身份关系 我能做的就只能是这么多 是 该说的我都说了 如果你还不相信 那你就打死我吧 老四的死 你好 你听说好 你听说话 你听说话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么巧啊 你也是来上香的吗 自然啊 吓我一跳 我来拜拜佛 那你是 刚上完香呢 还是没上呢 我刚拜完了 正准备走呢 今天人还挺好 挺多的 你身上连香灰都没有沾到 自然啊 这你就不懂了 这上香吧 是有讲究的 把手举高一些 稍微倾斜一点 凝着风的方向点 这样啊 香灰就不会落在我们身上了 都这个点了 我报社还约了人谈事呢 我先走了 巧言掩饰 必有问题 那位 大哥是我 都叫起大哥了 说吧 周老五死了 我觉得那个周宝僧好像不大可靠 你是说 要犯老底 不可能吧 人都是会变的 他又兄弟情深 又欣娶了太太 万一哪天说漏了嘴 那就壮事断腕吧 陆进咱们这家业 为了当年那些事 犯不上到今天都搭上 嗯 我明白 我相信你会做好 李大记者有什么进展啊 不知道 待会儿和他碰个面不就得了 但我估计他那边 也不会有什么新的消息吧 也就是说 这李大记者费尽心思 一无所获呗 不是 但至少我短时间内 就接触到了周宝僧 而且我还看出了问题所在 问题所在 在哪儿啊 就是 你 喂 周老板 哦 行行 没问题没问题 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什么人啊 周宝僧 他要我明天下班以后去找他 还说想跟我聊一下 周宝武的事 这下峰回路转了 带我去带我去啊 不行 万一他看见我带个外人去 什么都不说了 怎么办 我看你还是乖乖地 给我留在这儿吧 接电话这种无聊的事情 就让孝杰来好了 去去去 别站在这里了 去去去 快点 来了 来了 你想跟班呢 跟丢了 对了 曼丽最近有没有联系你 没有啊 你约我 除了案子就是案子的 咱们两个就不能谈点别的吗 我这个人呢 就 比较没有出息 一般有女人靠近我的 我都会觉得头冤啊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有人得这种病的 别人请我吃饭 连队都排不上了 是吗 是这样的吗 嗯 那你叫他们来找我 我给他们发号 我安排他们排队 行了吧 算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明天我能见到曼丽 她今天打电话 说是明天想让我去陪陪她 真的吗 太好了 老板娘 再给我来个啤酒 还要个橙子汽水 那位女警官不在 你怎么还要急做汽水啊 对啊 我忘了 你喝什么 一杯红酒 好 你说杜大探长火急火燎的 到底有什么重要案件呢 你问我我问谁啊 都不带你玩就更不带我玩了 跟着你真倒霉 可怜了我这皇家医学院的 别急别急 试金子呢总会发光的 诶 但你是不是金子 我当然是金子了 你算了 你快点了 你不听到him子 那时候变成了 你再次会发光的 我可以发光 你不跟他上 infrastructure 这儿是不开心的 要乒渐吗 我也想起来 我去跟他想起来 你不想起来 你也不愿意 你不就不用 你不想起来 昨天晚上您老公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他一个人出去的 连司机都没待 他平常没事的时候 总爱去公园散散步 说是挑截一下 待在公司的紧张情绪 我 我也就没在意 那他往家里打过电话吗 电话 电话倒是打过 但 但是我倒是睡得 迷迷糊糊的 我也没注意几点钟了 我一般下午都睡觉的 他又说不用司机去接他了 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他就一直没回来 知道 知道 周太太 您先别激动啊 您 您再帮我想想 他后来有没有打过电话呢 没有 您就这么断定 如果是您睡着了 然后没有听见的 他的确是打过电话呢 我一直等他到深夜才睡觉的 我本来睡觉又很轻 有电话来我怎么会听不见呢 周太 您老公有没有夜不归宿 不在家过夜的现象 这倒是有功 他公司忙的时候就会这样 所以 我也没在意 大家都看到了 根据以上的分析 以及尸体的鉴定结果来看 死者周宝森的死亡时间应该是 下午的三点到六点之间 报告 我已经调查过了 周宝森给他回电话的时候 他听到 电话的另一头 有鸽哨的声音 所以呢 我就亲自跑了一趟中央公园 我发现 公园鸽子飞的时候 大概是下午四点钟 所以我认为你刚才估计的那个时间 应该往后调一小时 雷鸣 你已经被划除我们管区了 这起案子应该跟你没关系吧 这我知道 我也明白 虽然犯罪现场 属于你的管区 可是周宝森他家 是属于我的管区啊 看来这个案子 杜探长 我要跟你好好地合作 一起去破案 多多指教 这是局长亲自让我接的案子 我看呢 那这个案子还是千山负责吧 毕竟人是死在千山片区了 要走访取证调查都方便 如果雷鸣组要是愿意参加呢 那这样 你还是去找那个新夫人曼丽吧 有什么新情况 及时沟通汇报 争取早日结案 杜警官 周太太 我就是想问问你 你丈夫遇害的那天下午 四点到六点之间 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家睡觉啊 我下午都是睡觉的 我就是到了晚上 才特别精神 我觉得你现在就特别有精神 杜警官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男人靠衣装 女人靠化妆 虽然妆和妆不一样 但是 女人活的就是一张脸呢 这老公死了也不能不要脸呢 你说是不是啊 好 你是挺漂亮的 以至于我不敢直视看你 好 咱们有事说事 周太太 我听说你老公周宝森 因为弟弟去世的事情一蹶不振 虽然偶尔也去看看 但实际上很久没有打理过赌场 跟货仓生意 以至于最近的资金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有这个事吧 我知道啊 但生意上的事情 我从来不过问的 他也很少和我说 周太太 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我从你们大都会的姐妹那儿知道 你在 与周宝森结婚之前 曾经认识一个东北商人 叫南哥的 做木材生意的 没错吧 而且你们俩有婚约 但是 结婚不久 场子就倒闭了 然后 这个南哥就出了意外 坠崖了 你就不了了之地来到了前海 我说得没错吧 是 我和南哥本来好好的 谁知道天不随人愿呢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都怪我命苦 那南哥死了之后 你结识了周宝森 并且嫁给了他 现在周宝森死了 这周太太最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男人 诶 杜警官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 嫁一个又害一个 害一个又嫁一个了呗 是 我曼丽是要嫁个有钱人 我就是命硬客夫 但这些都不犯法吧 现在宝森死了 被害死了 你们不去缉拿凶手 不去破案 反倒是关心他夫人的私生活来了 你们不如直接说是我害死得得了 这样我正好跟宝森一起去 静心 想得人人都欺负我 宝森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你哭什么苦啊 别激动 这都是正常问题 我再问你一次 你丈夫死那天你在哪儿 我在家睡觉啊 你撒谎 你家夫人明明看见你出门了 我出去逛街了 谁作证 没人作证啊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的 你买什么了 什么都没买 为什么没买 你刚才自己都说了 我家男人生意出了问题 我没钱买行了吧 你没带钱出去 你买什么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逗啊 这脚长在我身上 我愿意去逛你管得着呀 穷逛你没听说过呀 我一到那儿 就让我换上衣服 我看那些人 多打扮你花这招展的 我还是第一次 人家选美男人 第一次选美 不简单哪 你们还有完没完啊 当时还真的看吧 你们两个人就不能 大大方方地说话 让别人一起听啊 让你一起听 那你听完之后 还不得回去 和你的杜大探长汇报啊 然后你就会说 是你自己查到的 然后你就可以邀功 然后你就可以领奖金了 我谢谢你 我不需要 我走了 坐 你每天都欺负我 你觉得有意思吗 还蛮有意思的 咱们赶紧聊正经事吧 这次那个周宝森的死 你们觉得 像是谁杀的呢 你们想想 之前我们查到了周宝森的案子 那是因为 老五 是老五风言风语地说什么 关于二十年前的藏宝案 那我们为什么会查到老五呢 是因为轻面鬼这个案子 留下来的线索 现在最关键的是 我们怀疑的人 一个一个地都死了 如此看来 这幕后黑手 是要切断我们的线索 不想我们继续查下去 所以呢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觉性 保持我们脑子清醒 不能被他们误导了 那周宝森的死 我们得查吧 当然得查了 就像我所说的 真相一定在表象的背后 所以 我们一定要坚持 我们当初的想法 认真地去查 先生 先生 请问 朱宝森大历见 现在独立局长 是不是他夫人犯了 现在离开了 别闹了 那你已经招认了 是个天象吗 你们什么时候 才在北京堂的结果 师长 请坐牙大历 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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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冬贤会长是吗 师长 局长等您很久了 我带您上 好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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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个口供 怎么就把我关起来了呀 这又臭又脏的 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啊 要不然有你们好看的 别喊了 杜探长来了 快放我出去 听见没有 别热热了 厅长 我没有在管着你 我们是在帮着你 清醒清醒 知道吗 杜探长 怎么着啊 这又过了一个周年了 咱放不放人 不着急 放我出去 快放我出去 我要喝水 真的没 要 给他倒水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你叫什么 小心我投诉你 投诉我是吧 好啊 你听好了 我姓杜 杜 杰 杉 杉 杜 杜 干吗呢你 您不是说让他清醒清醒吗 我 有本事就别放我出去 要是我出去 一定饶不了你们 好啊 你先想想你怎么才能出去 你 杜探长 你干吗呀 有事吗 局长找您 局长找我就找我吧 你干吗老添我脸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少添我脸上 看什么 放我出去 回来 回来 放我出去听见没有啊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商会会长李东田先生 这两位就是负责周宝森案件的 探长渡千山 经长为名 今天李会长来呢 是想来澄清一些事情 来 坐吧 我是为了 曼丽小姐的事情来的 曼丽小姐是无罪的 案发当天 我和她正在梧桐街 宝德饭店 跟她在饭店 那 难道是 有些事情啊 要讲得那么清楚吗 这里是警察局 你所说的 一字一句 都将成为呈堂证功 是的 我们那天是在房间里见的面 照您这意思 你跟曼丽是恋人关系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什么见面 是约会吧 对了 怎么现在才来替她澄清 这件事情本来我是不想说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 是在曼丽婚后认识的 因为身份的原因 一直没有公开 但是当我得知 曼丽小姐因为我的事情 成为了重大的嫌疑人之后 我不得不站出来替她澄清 否则 就太对不起她了 对她而言 我虽然不是个称职的情人 但是 我也不愿意 她就这样被冤枉啊 李会长 您跟曼丽的私生活呢 是属于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不归我们警局处理 这样 我马上派人去调查 如果事情真的如您所说 那我们立即放人 好好好 谢谢宋局长 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 随时打电话 好 那我就先告辞了 来 请 告辞 商务会会长怎么了 了不起啊 你怎么看啊 能怎么看 放人呗 对了 你刚才在底下没有滥用私刑吧 说什么呢你 纯粹关心你吗 怕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可以走了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气死我了 我让你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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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警察局这次的错误 有什么要说的吗 当然要说了 我听说警察局是站着进去 抬着出来 我还不信呢 现在我可知道了 警察局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特别是有一个信度的警官呐 他对我是又吼又叫的 还有冷水泼我 我看也就是我 曼莉才能好发无损地站在这里 要是换作别人 早就被吓坏了 你说 能不被抬着出来吗 对 但让我更气愤的是 这样的审讯手法对待的 却是我这种无辜的人 而真正作恶的凶手 还在逍遥法外呢 曼莉小姐 听说你这次会被放出来 跟商会赴会奖礼 冬田有关系 您现在能不能解释一下 这个 我当然要谢谢他 如果没有他挺身站出来的话 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曼莉小姐 请问您还爱周宝三先生吗 您为什么和李先生在一起呢 这个 我想是因为 曼莉小姐 我们走吧 曼莉小姐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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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莉小姐 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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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